monastraal 可、可 大家好,我是阿強 今天我們接著講解十八經動漫《光娛影》的傳說 簡單回顧一下上集劇情 上一集光影兩族發生大戰 組結影之族王子阿強取得了建事資格證 和女俘虜光之族公主瑪麗雅嘿嘿嘿 畫面開始於睡著了的瑪麗雅和主角 在之前他们刚刚完成了一次交配 玛丽亚先醒来 想起之前发生的一切 他做事就要拿起地上的剑 结果了对方 碰巧影之族陛下 也就是阿强的父亲 何斯卡派来寻找主角的士兵 搜索到了这附近 听见士兵临近 玛丽亚也顾不上杀人 赶忙逃走 这时候男主也刚好醒来 发现玛丽亚已经不见了 听到士兵是来找自己 赶忙逃走 因为他想瞒着父亲上战场杀敌 画面转到战场 撤退休整后的光之族 这次选择了从东面城墙进攻 首席剑是凯撒和男主未婚妻沙朗 在何斯卡陛下的命令下集结军队 全面战争真的要开始了 画面再转 在上一集成为引逐俘虏的光之族女将领 苏云娜 再被两只猪人侵犯 猪人拿了好几只钉钉 有凯撒大小 有阿强大小 有马人大小的 一一尝试 玩弄苏云娜 正在这时逃脱的光之族公主玛丽亚救了苏云娜 之后他们分头行动 苏云娜救人 玛丽亚却和自己的父亲也就是光之族国王法布斯通报情况 主角终于来到了西门 但是此时战场已经转移到东门 他正好看到尼娜慌慌张张向远处跑去 放心不向尼娜的她向远处追去 正巧目睹尼娜被蜘蛛怪的蜘蛛是缠住 寒气已经入体 在一箭解决完蜘蛛后 阿强生火 并用体温来帮尼娜保卵 他们拥抱在一起聊天 聊到似乎光之族也没有那么坏 这场百人战争背后似乎有双无形的手在推动 聊着聊着情到龙处 一直喜欢男主的尼娜就和阿强睡了 你们不爱看我就不播放了 画面转到东面战场 沙朗在法布斯的剑术下败下阵来 正当法布斯要优待女俘虏的时候 赶到的公主玛丽亚发现自己的父亲正在侵犯影子组的女性 请求她住手 就在这个间隙 刚刚攻略完尼娜的主角赶到东面战场 看到未婚妻沙朗被压在敌人身下 冲刺而来 这模样让法布斯惊吓 因为他很像光之族传说中的剑士普鲁斯 开挂着男主竟然一剑砍下了法布斯的手 玛利亚气愤不已 就恨下薪仇 他使用了纠集魔法放逐了阿强 之后男主司机记忆 在一片荒野中出现 整理一下主角出场人物和剧情 光之族的陛下法布斯 参谋蒙渣 光之族传说最强剑士普鲁斯 究竟为什么主角阿强会长得像普鲁斯呢 被放逐的主角阿强又身处何地 你们的点赞和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支持